而這場科學推廣活動是花崗國中第一次嘗試國中生街頭擺攤 現場10個科學攤位有吹球、龍捲風、倒轉陀螺等 除了屆時訓練國中生的口語表達能力、內化科學之勢 也希望透過主動出擊方式將科普帶入人群 讓更多人來認識科學 花蓮市區的商圈廣場 週日下午出現免費科普遊戲攤位 長期推動科普教育的花崗國中 27日下午辦理科學志工、科學推廣活動 第一次嘗試國中生街頭擺攤 現場12個科學攤位 吸引不少路過民眾住逐觀看 我們這一關是倒轉陀螺 它是利用重心跟球心的原理 然後重心在上、球心在下 然後在旋轉的時候重心會往下 所以它在最後的時候 它整個陀螺會倒過來 就是我們這個攤位呢 它叫做龍捲風 那它就是要藉由這樣子轉 就是要這樣子轉 然後呢 就是空氣就可以藉由中間的洞 然後往上跑 然後空氣也是因為有重量 所以就可以把水往下壓 這樣子的速度就是 要讓它水流的速度更快 那吹球呢 就是它會放在一個杯子裡面 可是在一般情況下 球是會被吹出來的 但是當吸管跟杯子小於0.5公分的時候 它就會吹不出來 就算轉一圈也吹不出來 那這個定律叫做白努力定律的側向受壓 就是有很多一些科學現象 偶爾是 就是他們孩子們有介紹裡面的原理啊 就覺得其實還蠻有趣的 你逛下來有沒有讓你覺得 哪一個印象興奮的攤位 甩衣架 然後讓錢幣不要掉下來 學到錢幣跟衣架可以形成離心力 然後反正很好玩 龍捲風 飛盤 吹球等12個攤位 各自設計有趣的關卡 有關性定律 白努力定律 空氣壓力 酸減中和等 透過簡單遊戲 讓這些課本上的原理 不再只是監測的文字 也讓國中生志工們展現了主動服務 分工合作 提供解說的精神 讓科學簡單又好玩 記者將方言華聯詩報導